好 再来看看这个非常可爱的画面 是有一名旅游部落客 他来到南极游玩 而当地的小企鹅似乎没有见过人类 在部落客的身上十斤的啄 还啄到自己的翅膀 如此可爱的影片一po上网络 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小企鹅真的是 又可爱又很愚笨 小企鹅东张西望 似乎对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感到好奇 这是旅游部落客到南极 本来想跟企鹅宝宝们来个亲密接触 但千百只的企鹅们似乎都对他没兴趣 唯独这只小企鹅 小企鹅就像个好奇宝宝 不但爬到他的身上又坐又踩 还把他的脸当作是石头一样猛啄 差一点就要啄到他的眼睛 但这样还不够 小企鹅还傻傻地咬到了自己的翅膀 企鹅宝宝们虽然对他的脸没兴趣 但对他的下半身可是充满好奇 一躺下马上吸引其他企鹅 影片一po上网 许多网友看到企鹅傻乎乎的模样 直说真的太可爱了 虽然部落客被小企鹅们整得都快瞎了 但对他而言 这趟南极之旅也是个难得的经验 中天新闻做个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这里吧